大家好 这里是天后现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向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形来看 是典型的土形掌 掌面厚重饱满 手指调达粗壮 四肢颜色和缝 是典型的土掌 土掌的稳重传统 做事重信与讲诚信 并且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并且土掌的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的手枪 失业心比较强 富有探索意望 同时从长色来看 长色盈润通透 气血通 气韵才能够通 所以说应对 应试相对来讲 顺畅少阻碍 这是非常不错的 一种掌色和掌形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四指 严丝合缝 能守才知进退 并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小指过三观 不愁吃河川 特别到了晚年 和子女缘分深厚 能享子孙福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食指也不弱 跟兄弟姊妹的缘分 也比较深厚 我们来看这个掌丘和纹路 掌丘还是比较饱满的 尤其是手指根部的掌丘 错落有致 三宫饱满 浮运深厚 那么金星丘也不弱 金星丘非常饱满的人 体质加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右手到了后天 这个生命线也变深 有一种越老越顺的 这种手向特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除此之外 这个食指根部 木星丘 这个左手呢 有一些褶皱 右手呢 更加的饱满一些 说明财运来讲 这也是正宫 这个食指 迅宫 正财位 那么正财位呢 右手后天也是更好一些 财运来讲 这个后天的财运会 更好 越来越旺 但是呢 也见一些杂文的干扰 这个杂文的干扰呢 也是代表这个正财本职工作的 有一些起伏和动荡 小指根部水星丘啊 这个到后天也是更加的饱满一些 左手先天的有一些范围偏窄啊 位置不正啊 所以也是这个也是可以看到晚年的运势啊 到后天是越来越顺 也代表呢 到这个后期啊 40岁往后呢 心态呢 更加的啊 这个豁达开朗啊 那么月秋啊 月秋来讲也是右手后天 这个月秋更加饱满一些啊 月秋饱满的人呢 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啊 并且呢 爱好广泛 兴趣广泛啊 做事呢 懂得变通 那么从太阳秋也可以看得出 太阳秋饱满的人呢 也是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啊 并且呢 有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人生观啊 和世界观啊 就是掌秋啊 那么第二火星秋也不弱啊 第二火星秋饱满的人呢 正义感和道德感比较强啊 那么正义感道德感强的人呢 一般呢 在这个一些啊 面对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呢 宁可选择是自己啊 走正途啊 不会入片门啊 是比较传统 比较正派的一个人 我们来看这个文路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文路啊 文路来看呢 生命线和脑线粘贴还是比较长啊 相对来讲右手后天呢 会粘贴更长一些啊 这个到了40岁往后呢 处事更加的保守谨慎一些啊 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点啊 优点是呢 人生路会走得更扎实 步步为营啊 那么缺点呢 就是容易在事业和职场当中 搓失一些机会啊 这是粘贴比较长啊 从这个生命线初期来看呢 生命线初期 这个左手看先天啊 这个还是见一些倒门和杂门的干扰 整体呢 左手的生命线也偏浅淡 体质偏弱啊 那么到了右手后天的话啊 会生命线慢慢的加深啊 是一种越老越顺的面向啊 越老越顺的手向 这个也是 从整个纹路的啊 一个对比来看的话 右手后天的纹路啊 更加深刻清晰一些啊 所以说也是一种 先苦后天的命纸 运势会越往后走 是越来越顺啊 这是整体的纹路 给人一种这种特点 那么从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整个脑线的对比来看的话 脑线左手先天更加长啊 直一些啊 那么右手后天呢 会变得更加有弧度一些啊 所以说先天来讲呢 个性稍显刚毅直率啊 而且呢 做事呢 还是有钻研的精神啊 但是呢 到右手后天呢 会处事更加圆融一些 通达一些 在人情社会呢 随着经验的积累啊 会个性显得柔和一些啊 这也是正常的一种 人生的一种走势啊 人是很聪明啊 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右手呢 脑线偏短啊 这个脑线短不是代表 智慧方面的智力的减弱 而是代表呢 形势容易平直觉 少了一些理性的考量啊 这点是需要多注意的啊 这是这个脑线的对比啊 刚才讲到也是生命线的对比啊 那么从整体的一个纹路来看的话啊 左右手对比来看啊 事业线也是如此啊 事业线呈现先前后深的一种态势啊 那么早期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呢 事业方面还是比较迷茫啊 不知道方向 而且呢 右手后天事业线慢慢的加深 在事业方面呢 在35岁往后呢 目标更加清晰啊 事业的方向感也更加的强烈一些啊 在事业方面的运势也会更好 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从左右手对比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感情方面呢 感情线呢 左右手对比的话啊 这个感情线左手呢 更加的伸长往上翘啊 在35岁之前呢 在感情当中还是充满活力和激情啊 也有浪漫气息啊 也有这种啊 这个在感情当中呢 有一些偏远的干扰啊 也会有啊 因为我们从感情线呢 前期有一些杂纹和导纹的干扰 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是 基本上从很 这个成年之后不久啊 22岁左右呢 就容易出现这种亲密关系线啊 这个亲密关系也代表 因缘的到来啊 代表感情的桃花的到来啊 说明呢 还是有一段啊 青年时期的一段恋爱的一些经历啊 但是呢 整体来讲 感情方面还是见一些动道 因为到了右手后天呢 感情线偏短一些啊 那么35岁 甚至到40岁往后呢 这个感情方面的激情会减弱啊 慢慢的会趋于稳定下来啊 从这个结婚线靠近小指下方也是 可以看出在感情当中 因缘是有一些好事多么偏晚婚的一种格局啊 这条亲密关系线也是代表 偏缘的一种干扰啊 也是代表呢 这个感情方面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这是感情方面的 感情方面最少要等到 35到38岁往后呢 这个感情线才能够逐渐的稳定下来 包括我们右手后天啊 这个左右手对比的话 大拇指呢 右手后天也见一个凤眼纹啊 凤眼纹养一好养一养 养好的话 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起到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啊 这是这个右手后天啊 这个感情方面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看看他的这个晚年的一个运势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晚年呢 从流年看基本上是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三角纹干扰啊 并且呢 从流年看基本上到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 因为一般上基本上到了这个60到这个68岁左右 还没到70岁 这个阶段呢 基本上是有一些疾病的侵入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啊 注意身体体质的保养啊 那么如果是养好的话 这个三角纹还是会消逝的啊 这是这个晚年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财运方面来看的话 财运线呢 有一些模糊啊 断续啊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迅宫呢 左右手呢 左手见褶皱 右手呢 见杂温干扰 正财还是有一些起伏和不定啊 所以说这个事业和财运是基本上是同步调的啊 这个事业方面呢 是属于典型的一种晚成的啊 一种首相格局 所以还是需要补充财库 才能够把这个财运呢 催往一下啊 到晚年呢 也能够把财 这个补充财库的话 也能够对财运有一个稳定的作用啊 这是整体的一个视频分析啊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